金融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 本地去年的流通硬币总值达14亿8500万元 同比增加约4% 本地三大银行表示 旗下硬币存款机去年的使用量 同比增加至少两成 有科技公司看准商机 开始提供硬币存款机服务 顾客不仅能存钱进银行 也可以兑换礼券 记得洪宝林报道 换币龙去年进军本地市场 目前在全岛商场有5台硬币存款机 每台机器平均每天有20到30个交易 75%的用户选择免收服务费的兑换礼券功能 使用存入银行服务的顾客 跌缴付10%的服务费 我们有location rental 我们也是有fixed cost 员工的salary office rental这些 因为电子一键我们是跟那些品牌合作 当每个顾客电子一键的时候 他们就会给我们一个commission fee 这个commission fee就可以帮我们offset掉 4%的手续费 针对使用这类机器的安全性 受访学者指出 消费者必须承担的风险是 他们是否信任这家公司 并将银行和电话号码 个人资料提供给对方 新展银行的硬币存款机 去年2月开始免收服务费 半年内 硬币存款交易量增加约1.5倍 华侨银行2021年4月停止收服务费 去年的硬币存款交易量和总金额 同比增加约两成 大华银行2021年推出硬币存款机 去年的使用量同比增加一倍 每100个硬币收1块半的服务费 这款双功能的硬币存款机 其实很受我们零售商的青睐 因为他们只需要一张收据 就能够轻松地核对他们的账户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